世界第二大水力發電站 白鶴灘水力發電站的大壩主體員工 大壩位於四川和雲南交界的金沙江 星期一大約中午 最後一罐雲營土倒落大壩頂 標誌著289米高的大壩主體員工 白鶴灘水力發電站發電量是1600萬千瓦 僅次於湖北的三合工程 在2010年開始籌建 首批機組將會在今年7月之前 頭產發電 預計全部機組明年頭產 被視為內地西電東樞的骨幹工程